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又来到了一家新开店的豪英雄 就在巡礼门地铁站这里 看今天是否翻车 这是一家新店 看看菜品怎么样 扇贝 虾 这个专门吃生蚝的 生蚝的个头很大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青菜 烤肉之类的 这种小烤肉 并不是以海鲜为主 是吃生蚝为主的 水果也有馅 然后主食不多 就这么一点 因为饮料的话 只有这种散装饮料机打的 这就是啤酒 没有其他的饮料可以选 这个这个差评啊 这个确实选择太少 简单拿了几个菜品 看一看 生蚝个头真的不错 很大很大只 虾三倍 这有别于 那个一般的自助餐的那种形式 主要经营是以生蚝为主 他名字叫做好英雄吗 所以其他的一些选择并不是太多 如果你比较喜欢吃烤肉一类的 或者是一些海鲜类的 你就不用到这里来了 你要到这里来 肯定会觉得翻车的 烤羊排 味道也还行 这个还行 这个我老婆的最爱烤老花 虾的个头还可以 真的还可以 而且蛮新鲜的 他那个真的 骨子不太多 只有六个 这还需要等 哦 这个辣子也有点差 就算是 生蚝老婆 好 又来一锅 小心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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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家有一点鸡贼啊 这个是蒸的 蒸的生蚝 就是那个 咖喳波蒸出来的 蒸出来的生蚝 蒸出来的生蚝 它是跟那个烤的 是完全是两种大小 这是烤的 看没 有点小套路 商家的 经过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战斗 终于搞完了 好英雄 新店 在保存路和 金山大道交接处的地方 就是徐里门 清白站这里 如果你喜欢吃生蚝 好 我觉得你现在的这个价格 还是吃一下 它的新店还是可以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小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